歡迎大家 但我更想說的就是恭喜大家 因為今天大家有機會在現場 看到香港的一位Legend 我們在網上經常聽到 有人野生捕捉到他 例如在九龍城 或者在地鐵 有沒有人在現實生活 見過他本尊的? 各位,這裡有這麼多位 你見過了 Queenie,你叫Mike 你在哪裡見過 當時我是讀小學的 當時我完全不知道 誰是周潤發 純粹在銅鑼灣的一個商場 你這麼膽怯也不知道 誰是周潤發 香港市民,你不知道誰是周潤發 我錯了 後來你怎麼知道 當時在搭電梯 看到有一群人進了電梯 我純粹覺得這個男人很高 然後我媽媽就跟我說 那個是周潤發 我變成八歲,我變成了 這樣嗎 當時她是搭電梯車 是搭電梯,但當時我和我婆婆 和我媽媽三人一起搭電梯 當時我婆婆在坐輪椅 搭電梯的時候很麻煩 她叫身邊的人讓路 我就覺得這個人很溫暖 很友善 雖然我還不知道他是誰 但真的很甜蜜 傳說中拖婆婆搭電梯 這些事真的會發生 真的會發生 所以這就是我對她的第一個印象 我想大家在現場的共同願望 也很希望和發哥拍攝自拍 待會大家多給他一點反應 好嗎?自己問發哥,好嗎 好 別阻礙大家 有這麼多時間 我們儘快請今天的嘉賓出來 發哥一週馬上開始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谷德昭 有請我們今晚的嘉賓 周潤發博士 還有別叫我賭神的導演 阿明哥,歡迎名 Will和Amy Lo 你好… 歡迎… 各位發哥 很久不見了 你好… 我很緊張 為甚麼 我問為甚麼?發哥 神經病 不是這樣… 從小到大 但…真的不知道… 是嗎?即是… 我為甚麼嚇倒你 你…我不知道 你們害怕嗎 不害怕… 我看了別叫我賭神 你長頭髮這麼長,怎麼會留多久 我想應該有年紀 要留年紀長頭髮? 你裡面像個妃子一樣 我是妃子 是妃子 根本就是妃子 妃子比船頭赤還比船頭赤還比船頭赤 船頭赤不是妃子 是市井 那種感覺不是說年輕人不年輕 我覺得那種身體 是嗎 真的很身體 整個精神面貌都很身體 因為我每天吃水節 所以我這麼身體 不夠你,你真是 我先介紹一下明哥 導演潘玉明 你好… 明哥第二次做導演 但做攝影師 已經做了20年了 不止了 30年入行 我覺得所有新導演 很喜歡找明哥幫忙 尤其是很肯幫忙 譬如拍攝《毒舌大狀》時 新導演Jack 我們聽到明哥幫忙 我們當堂就放心了 我說你別這麼說,放心 不是真的 答應不到,放心 那倒是真的 大家看到《毒舌大狀》拍出來的感覺 明明是法庭的文氣 但他拍到那種動作的感覺 我們說回這個電影 最初這個故事 別叫我賭神 這個故事是編劇的張文強 是 是你的故事 還是Felix的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 我早就很想拍一個關於親情 父子情也好 母親和母親的意志也好 尹養了很久 我想有10年以上 直至大約17年初 我們再嘗試去 後來邀請莊文強 說看我的東西要怎麼做 再給他看,再模擬歌曲 最後就引申到這個劇本 大概是100年的時候 發哥看過劇本就很喜歡 喜歡…因為很久沒拍過這種戲 而且一個人找回自我真的很難 因為你看過一些小島 好像上帝派了一個人下來 天使讓他的兒子改變了他 有重生的機會 對… 我覺得社會上有很多這種人 迷失自我 我覺得那個故事挺有意思 而且… 我覺得我經常握槍或做大哥 很久 很少有機會再做這種戲 就是我吐飯映 有人去寫這麼好的戲 我就說好 我們不要說兩位年輕人的演員 Will和Amy 他們倆是怎樣找到Will 首先是Will,因為戲中比較重 是他們演立法的兒子 怎樣找到Will 他們找了三位演員給我 他們拍攝後就試鏡 最後就給我看 有兩個演員 其實他們有演出過 有一個演出的角色也做得不錯 有些角色也做得不錯 我看完之後 就覺得他們兩個人 就太像自閉症那些 反而Will比較不像 不像反而… 因為自閉症有不同程度的自閉 反而他那些不是那麼著跡 我覺得他可以比較自然 我覺得他這樣… 而且他的高度就像我那麼高 像我兒子 那兩個兒子比較矮 很像… 他說這個比較像我兒子 於是便找到他 好的 聽說你們在拍攝前 跟法哥也跑了一個、兩個月步 跟了法哥跑兩個月步 跑兩個月步 才去澳門拍攝 因為我們開始在澳門拍攝 所有澳門的景色 然後在中卡後就說要練跑 學習練跑那天 就看到法哥在保護車上走出來 然後走出來就遞手 你好,我是酒量法 然後我就心想,當然知道 你是藝莊嗎 我沒有,我跟Amy有談過這件事 我們分別第一次看到法哥的時候 我們還是保持冷靜 然後聽到那句你好,阿周潤發之後 心想完後,我當然知道 下一句就是你好,我是Will 我是林林 然後… 那種想妝是… 我當時… 我也有 因為我當時在拉筋 我們當時在臉上 你不是在拉筋嗎 還沒開始,在拉筋 然後聽到周不時有車經過 就沒有留意 然後開始聽到導演們打招呼 你好… 我在拉筋的時候,我轉著臉 然後轉著臉就是剛才的時刻 你好,我是周潤發 然後我就… 心想 你好,我是盧偉敏 你好,我是郭偉敏 她很鎮定,我很肯定 因為我注意著她 第一次看到她的樣子 對,她看得到我 裝得不錯 但你太鎮定了,對吧 其實我是不鎮定的 其實心裡很不鎮定 外心翻騰 但你知道你拍攝中了一套戲 有可能跟法哥演戲的時候 你心中的心情是怎樣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知道的時候 是經理人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記得我剛才在質如冲 然後突然間收善 然後我就深呼吸了口氣 然後開始有點眼濕 但我不太想在街上 被人看見眼濕 但我走不走在橋上 就聽歌 然後總覺得… 好,要好好準備好 認真地去看待整件事 兩位做了甚麼準備功夫 很準備跟法哥一起做 我原本打算要熟讀所有的劇本 以及研究所有的東西 但法哥說了一句 看完我之後 整套戲 跑得最好才是最重要的 只是跑步 跑步的跑姿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在電影中 在過程中發現了李陽原來 一個很擅長的事就是跑步 他的跑姿很漂亮 由於是這樣 我們就有教練去跑步 然後剛才說到 法哥一個多兩個月 每天都… 開車的馬馬桿 你們是管閲、管送的 會去跑步 不只管閲、管送 還要包著食物 包著火食… 晚上也要吃飯 晚上也要吃飯沒有的 為何要這樣做?法哥為何要一起 他跟他跑過多久 想確保他跑之好 跑步的起因是我拍《無雙》的時候 因為我們拍完香港的戲 就去了溫哥華拍攝 那些工會是星期六、星期不開工 那些人做甚麼 我開工之前 我每天跑完才開工 我跑了半個小時才開工 他說不如跟他們跑步 因為我住在那裡很接近Stanley Park 每個星期六、星期日 跟他們跑完就去唐外街喝茶 跑完之後,他們說 不如回到香港 我們也不如組一個法技跑步團 這樣就開始 17年的時候就開始 我連續不斷跑… 已經跑了幾年了 直至我們拍攝這個戲的時候 那群演員,其實Will看到的 不是因為這部戲 是上部戲的人都帶在一起去跑 即是跑步團還是甚麼 對,變成跑步團 他不來的時候,我也要跑 我要帶著那群人跑 這樣就開始了,對吧 因為有一個好處是甚麼 大家跑完之後去吃東西 關係很好,你明白嗎 他到了現場後 他不會覺得… 我會覺得… 對,你… 有一刻我必須斗膽地說 我沒有當法官是法官 因為看得太密的骨 對 我覺得有點斗膽 其實有些人會感覺到… 其實你們認識我這麼久 我經常在九龍城 其實我踏了拖鞋、短褲 在九龍城 我跟那些人熟悉得不得了 他們吃飯的時候 我坐過去,夾菜吃完 我回去也不用吃 你明白嗎 會餵食一點 九龍城就像在家裡 但很多區的人不在九龍城住 不會看見我 你明白嗎 他真的走上去大墓山 連姐去找我 即是預約你 我哪會走上去 這樣很難 我又好像走上去大墓山 其實香港的生活方式 大家都知道我是很隨和、很簡便 周圍都會去 只不過遇到我的機會太少 其實你認識我身邊的工作人員 也好、朋友也好、街坊也好 其實我只是普通人一個 不過我的職業跟你們不同 因為香港始終是我自己的地方 所以那種親切感是… 很多時候人們看見好像老鳳一樣 來,拍張照片 你習慣了,經常跟人家相遇 人家有我,我沒有 難道我… 來…拍照片… 如果是人家拿機 老餐死人,跟他拍照片真是真可憐 如果人家拿機的話 糟了,我沒有拍照片 你不知道 所以現在太生氣 經常都是自己的自己拍照片 我說我死在我的手上 好,我死在你的手上 對,我聽到這個 然後我學到這個照片 我想說… 像鬼五十六拍照片 聰明 還要確定你現在的照片 不斷拍照片 你自己按了兩張照片 對,他按了一張照片 很快… Amy,在你未拍法國之前 你心目中一定有周潤發 對… 然後真人經常跟法國見面 有不同嗎?你的感覺 有,因為我認識的他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大銀幕的法國 沒有想過他的親切感 法國在我心目中一出來就起音樂 你知道嗎 對… 對… 還有低音樂 要不然是配音樂 要不像黑歌的音樂 有船頭的音樂,有配樂的 對,而且一定是遠距離 對,慢鏡頭 低音樂的 一定是遠距離 突然差勁,在你走來走去 你覺得他的感覺是怎樣的 這麼親切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那個親切感大得很想跟他聊天 是,因為… 你別這麼疼愛我一口 你又不說,嚇壞你 我只吃一口 對,很想不斷聊天 然後很想聽他說話 因為他沒有架子之餘 很溫柔 而且他有一個小朋友在裡面 同意 對,是一個很好玩 對,是一個令人… 經常想吃東西 是嗎?吃… 先別這麼吐發 這個… 不要吐發手指 不要吐發聲 不要吐發聲 對,有那種小朋友的能力 會令我們身邊的人 不會那麼緊張 對,是要的 因為…尤其是演戲 大家的交流很重要 如果演戲的人害怕我 就糟糕了 因為演戲如果他不讓我 因為獨腳戲很難做 一定要大家能走路才行 如果他好看的時候 我更加好看 所以我跟你說 你甚麼都要做 你在現場 正正正正正做好自己的本身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去到現場 我做法基士多 煮了公仔麵給我們吃 他都說我像大小孩一樣 就沒有了隔膜 在演戲上 大家都很自然、很舒服 法基士多有甚麼吃 我聽就聽得到,這件事多 你只想到一些… 他沒甚麼可能沒有的東西 都有在裡面 他有餐蛋麵,又有 然後突然會做一個… 好像花膠人心湯 這麼厲害? 好像有一次太冷的時候 也有喝過 然後… 因為我們新年還跨了 然後又有蘿蔔糕、年糕 我一段時間吃胖了 然後被能力不可以再吃 我記得發嫂燙了 連你… 我肯定胖了 10個月 原來你不可以再吃 然後發嫂燙了一個星期 我不跟你說話 很火吃 不是,他吃一口不是自閉 變成三高證 變成另一種 變成三高證 好,我問導演明哥 拍攝法歌是所有導演夢寐以求的事 我自己作為導演 也說有機會拍攝法歌就好了 我也拍攝過一周一成 還沒拍攝過二位周 我經常在想 寫了甚麼劇本給發哥 可以找到發哥就好 你有機會拍攝法歌 那會否很難去導發哥演戲 你會否說發哥這樣演就可以了 會否可以說出你的要求 你明白我說甚麼 我明白 我拍攝法歌 我會像支持者拍攝偶像演戲 甚麼都好 會否有這種現象出現 又不會有甚麼好 他本身… 像我一樣 發哥有一輛人工智能車 他進入了一個計劇 他自己攪拌了一輪 有很多東西在那裡 但其實他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你看下去的時候 你好像沒甚麼東西來到的時候 準備好 其實他很早的時候已經準備好 不是今天的場戲 他把頭和尾都扣在那裡 所以當你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有些想法的時候 他會願意去做你希望的事 但他有些小意見的時候 亦都要大家一起去談妥 這件事我覺得非常幸運 剛才你也說過 我第一次做導演的時候 有一個這麼大的神級的演員 幫我一起去走這條路 我會很幸運 我比你更幸運 不是,真的… 發哥有甚麼劇本是有興趣的 即是你們… 你為何立刻寫 我仍然在進發 有… 你寫劇本 你不要寫一對白給我 是 做個啞的 那麼啞?那麼大損失 傻了 但有很多心底話 我這些可以說話 對… 那也不用用口說 但還沒見過這個 對… 還沒寫過這個 對,試試看 這是我一直都是其中一個目標 如果能夠寫… 未必是真的… 而有劇本看起來 如果是發哥喜歡這個劇本 這個劇本一定是有保證的 你覺得有甚麼劇本吸引我 或者是觀眾想看的 我自己是一個喜歡喜劇的導演 我經常很希望可以寫到一個… 有一個人物在裡面 是觀眾喜歡看到發哥的人物的喜劇 我問我,好嗎 有問題嗎 恭喜… 對,謝謝… 我真的集齊一套了 真的無悔,真的很開心 很棒… 很開心 兩周一城 對,兩周一城,阿爹 那包括一周… 驚一驚… 我忍不住 你弄到這個嗎 對,看見那個… 你看看能否結合 好… 我先拍攝吧 我想拍攝一個… 我自己有想過 如果有機會再合作 演戲劇? 不是,我想教一個廢柴殺手 去找一個隱世歌 都笑 你做殺手還是笑 都做廢柴殺手 我想成為一個殺手 只知心殺手 但我是對的 但那部電影是最激烈的演員 那你不是在賞嗎 真的… 對 即容殺手已經做了 女殺手可以嗎 女殺手… 女殺手是一個珠姐 現在我的腦袋正在想 一個不懂得說話的人 可以發生甚麼故事 整個腦袋都在想這件事 你了… 對,整個腦袋都在想這件事 好 這幾年你生活中有很多跑步 跑步除了帶給你健康之外 還帶甚麼給你 健康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跑步的成因 就是因為我拍戲時有很多傷患 我看了很多醫生,其實也不行 最後跑步就完成了 有時你看到… 賭神,你不是拍過一張照嗎 對… 背部的嗎 只有一張照片,賭神 背部是這樣的 是彎的… 就是因為腰部站不直 不是假裝有型的 對 是因為就是… 真是女妹 有病… 就是把腰部倒掉了 對 不是,那個叫駱駝駝駝 駱駝駝駝駝 那後來… 那時候很多人特意假裝你 那時候會有勇氣 原來不是腰部亂動 跑步後,慢慢地鬆開了 有人停止了,鬆開後就舒服很多 有些地方你會發覺 在山脊裡,這邊全部是郊野 這邊全部是郊野 是城市 剛才在街上 對 很開心… 真的很獨特 因為香港就像龍脊 已經是全世界的實境之一 你上過龍脊嗎 我去上龍脊 很漂亮 其實很方便,上龍脊 很漂亮… 很漂亮 石膊上去 達明讓我拉上去 對,我剛才想說 我真的要感謝法哥 張達明是我的好朋友 他不舒服,身體大病了 他一直都不… 直到他… 我們叫他出去做運動 他叫他不醒來,不肯動 直到周潤發叫他 他說法哥叫他 5時多、6時起床 對… 早上 第二個叫魅師那麼早起床 他開工也沒那麼早起床 那段時間,因為他電療過 整頸是黑色的 我便覺得 但你不可以再這樣了 我說你出來吧… 這樣就叫他出來 對,現在他還經常說 我又去跑步了,請上彎和江老闆 對,我一小時了 這麼早才發訊息 今天下雨,我完成功課 我給他一點加油 對,我覺得他現在很精神 也要感謝法哥 這個跑步團幫了很多朋友 不是的,其實也很開心 因為很多同學合作過 亦共事在電線上很久 鵬哥一樣,我也輸了他一年 你看到他最後… 我說管接管菜 對,管食… 他第一天上車 腳也不能上去 坐也坐不到 他真的… 沒動了… 沒有人理會他 他一個人住在這裡 他每天跟我們… 跑完之後跟他吃飯 吃就很開心 吃飯、出水、出汗 對,多話說了 他在家裡一個人很悶 對嗎 還有一個看相先生說 他不覺得79歲 那我就陪他80歲跟著不理他 他那80歲就說再見 破了他的招牌 對,現在挺開心的 好,除了我們有問題之外 現場的這些年輕人 剛好也有些問題 他們想問到法哥 Emily 法哥,你好 你好 你拍攝了這麼久 你覺得如何保持演戲的新鮮感 要找新的導演、新的編劇 或多些人提攜我 有時候有些人找我演戲 但也希望我做回那些很穩定的角色 其實我也不想 是很困難的 因為… 你看了《真文化》 已經看了幾十年 你甚麼都沒看過他做 其實你想挑戰新的角色 也要有人給你這種刺激 他們肯定他這樣做 我又不介意他做壞人 但你千萬不要叫我拍攝電影 這麼健碩,不拍完 家藤,你為甚麼退休 我還要拍攝電影 你去廚師 偶益,家藤你也知道 當然 你上網上真的看過了 託爺哥死了 真的,你甚麼都知道 以前你上網經常說 你甚麼都要找些東西看 看釣魚多 現在上網找甚麼看多的 剛才說了 也是釣魚 也是釣魚嗎 也是釣魚多 剛才說了 剛才說了 好,另一位Summer Summer,旁邊,好 藤哥,你好 我是因為看了別個賭神的預告片 我知道你的角色大概大概是因為 一個人,即你的兒子 改變了你的人生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 在現實生活中 作為發哥、周潤發先生的你 有因為一個人而改變了你的人生嗎 是嗎 我媽媽 我媽媽改變了 因為我媽媽永不言拜 是,而且很近,很近,很可惡 我媽媽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因為從頭到尾,我小時候跟著她 她告訴我,她小時候 她在耕田的時候… 為甚麼這麼黑 她就背了我出去 她要耕田的時候淋水 丟掉在田裡,不斷曬 曬完後再背後,她就變黑了 原裝膚色 原裝… 所以只要多得她 藍牙原色 原色 幸好那一屆… 如果是春天來,還會蓋上霉菌 幸好熱天曬得多 冬天沒了,幸好 她影響我很大… 而且我剛才沒有讀書 但很多時候她的智慧很高 而且她說話很押韻 不知為何 押比羅海鵬 所以你現在經常都有很多押韻 對,我們去賣菜、賣菜 她出口成文 她說在太平山頂有一隻鳳凰雞 很厲害,海豬橋下有高低 三分離前不是過泰 斬低抬腳就就抬胃 斬低價錢就就那些熟客 買來選吧… 她是第一個,最早期 買來看完解的,是她 藍牙刀船頭隻 厲害 這麼厲害嗎 船頭媽的樣子 真的很有… 很厲害,我傻了 她說,為何可以這樣說 她說,她說,我不懂得字 請完衣服,請鳳凰雞 請完衣服,你有見過鳳凰雞嗎 她又聽過黃凰雞 對 真厲害 他們那一代人的智慧 對 真的很厲害 她不知為何會聽回來 我也是聽過她的老母 我也是聽她說吹水 我也是聽你說的 好,下一位是Jenny 發哥,你好 甚麼 我想問你,發哥 如果大家很想跑步 你們有甚麼熱身運動可以教我們嗎 熱身嗎?其實不用 很多人很害怕跑步 其實有些跑會 他們為了成績 一出去跑五分多的 很多人跑得脫肺 其實跑步是隨心所欲 但最重要的是甚麼 其實很簡單,簡單得不得了 只要你把膝蓋輕輕地蹲下一點 蹲下一點 腰伸直,對嗎 雙手去了後面,回到這裡就行了 不用去到那麼高 你一圓地蹲下就行了 這樣嗎 對 你不要快… 你要比下路更加慢 但有一個秘訣… 就是你關上嘴巴 全程用鼻孔吸 所有6至66歲的人都可以跑步 就是這樣跑步 哪裡都不用去 你對著電視就行了 可以了… 即是原地跑可以嗎 可以了… 每天20分鐘 你開始的時候可以 你五分鐘就開始 不用說 我現在說得完 也說得完… 不是,只是20分鐘 對,可以了… 你想再瘦一點、再健碩一點 就把20分鐘到半小時… 9個字,1小時 好 好,謝謝法哥 大家回去練習,好嗎 給我掌聲 法哥教你們,扣步 不是 你上去… 有很多人教你 法哥,那是否… 迷戀非林多一點 現在我迷戀非林多一點 現在迷戀非林多一點 很化學的東西 要戴面膜去塗 塗薄金,然後用紫外光 用燈箱,把照片吸進去拍攝 薄金是… 他們說是攝影到攝影的最高境界 可以…浪費時間太多 你明白嗎 而且我現在用了一個 電視的方法去表現之後 發覺我當時將那些舊的鏡頭 用了新的波及… 去表達,就更加令人害怕 令人害怕? 對… 我今早上了大嶼山寶蓮子 有一個河花展 我今早上去了 原來在那裡製作氣喉噴霧 你在河花拍攝的時候 你突然有一陣煙出來 嚇到我,我走一走 看見的,不是流的 真的,很漂亮 我做了之後 第一時間將它在手機上 轉了出來 原來一陣煙的背部拍攝了一張照片 那些河花好像很夢幻 好像是水墨畫 對,像水墨畫 這些全畫… 這是拍攝的嗎 是拍攝的… 用很舊的鏡頭 沒有塗膠的鏡頭 舊鏡頭拍到那些河花不是很清晰 但有一些詩意 好像一幅畫 好像畫 不像照片… 不像照片 無謂漢花 即是… 我沒想到他們 永遠都會引入這些東西 我聽山水、洪門 深圳有一個河花池 也會有這個 但我第一次親近看 原來噴了霧之後 整個… 已經比了好 所以現在我把攝影和跑步 結合一體 有時我代了相機,我跑… 跑到大墓山頂 日出一出,拍攝了 我又不用去黑房 很開心… 感覺又很不同 對…因為我太喜歡大自然 很漂亮 不過我剛才問菲林 當時電影拍攝菲林的年代 我剛才入行 我記得我去探班 探余心導演拍法哥 在蓮香樓,拿手神探 我不知道有十多部機器在現場 是慢鏡頭 是 我想那個是100格 突然看到全場的人很聰明 德穩茶樓… 在拆拆之前 對,拆之前 全部人很聰明 然後那部機器一拍攝 那些高速音 然後響聲 沒震撼 每個人都很聰明 400隻撈多久 3、4分鐘 3、5分鐘 那個摔摔… 是有一個武士捉著我的腳 在樓梯上控制開槍 拉著它 滑著它 對 你帶著腰蜂,就這樣打 他就捉著我,一直滑著它 是半身 他穿不住 一直拉著它 拉著它 他說,威也也沒有 真是… 真是真是 所以你看到倒閃 這樣玩就很聰明 對,所以你撈出一條路 就是拉著它 就是拉著它 你要怎樣撐?是嗎 很重的 你拉著半身,半身追到樓梯上 你這樣打開就有雙槍 他… 他也很辛苦 拉著它也很辛苦 這樣打開就… 現場的攝影機的聲音 很吸引、迷人 很像魔術一樣 現在的電影機就拉著 又拉著它 電源就做了 但當時那些飛躂的聲音 很珍貴 那個經驗很難得 很棒 當時拍戲的感覺 真的很不同 很棒 攝影機的神聖 而且大家很集中 那個儀式感很集中 很集中 後來告訴他 因為他不懂得很聰明 他當年年年年年輕 他開了機器 有第二種攝影機 他擺好後 我走高 我拿著槍 小子走得開 沒顏著 還打到我們了,你也進入廠 只剩下了一把 那就是他們 對,當時我們設定了機器 放在這裡 你怎麼了 我說要開機 不要開,去吧 我說不是 要跟蹤,你又這樣… 一定要很穩定 要跟蹤 好嗎?先按一下,先蓋住 我待會…我不知道他射在哪邊 一開機,一開槍 我的子彈飛到… 幸好他喊一喊 不,真的會辣到,不是水泡 有個助手柴頭柴頭讓我打進院 他貼著我來扭蹤 對… 我打了鎖匙,直接在… 他戴上頭盔,刀入廠,你知道嗎 那些很短距離打死人 因為我本來的那個人 風臨掛,拉開門 整個臉都花光了 真是真的 那些火屎都是火 整個臉都是血淋淋的 你一打槍,然後來這邊又打槍 說笑,是掩蓋那個管 掩蓋了十字 沒錯 沒有子彈 但那些… 那個針彈出來 沒有那麼長的 我打過自己也害怕 我看過那些訪問說 其實發哥是怕開槍的 會不斷斬眼 是的… 他要令你開得順眼不斬 才可以的 也說我開槍多於警務次處 對,開槍也挺假的 對,他們經常都會打掃 你哪有開槍也會打得那麼多 對,打仗也不夠你開得多 對,吹水又開得那麼多,不斷吹不停 你怎會猜到小時候 媽媽都大過要握那麼多槍 對 怎麼會打那麼多槍 後期的手只會緊緊,彎了 所以有機會拍到扶子晴的電影 也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 拍完你的啞電影也更好 好… 心虛吧,也不用說 例如香港電影這幾年變化很大 產量少了很多 發哥當時做了不久 因為第一件事條件好 第二件事港產片的數量多 所以有很多機會演出 例如年輕演員,機會少了很多 他們有辦法可以爭取主動權嗎 或者有甚麼可以增值 簽下故事的公司 不是,現在是辛苦的… 新一代演員出路真的很辛苦 我真的替他們辛苦 是 因為現在我們本身的主流戲不多 電視台現在也外伴很多 對 始終如果你喜歡這行業 也要堅守職位 等機會,沒辦法增值自己 因為現在的大氣候 不同於我們80年代 我們三組、四組都是 做到停止手 電視台有這麼厲害 電影有這麼厲害 有時行業有高低 但永遠都要不要放棄 是嗎?永不燃氣 我看過你的訪問 先別管理這麼多做好眼前的事 對,一定是這樣 你有機會有甚麼就做好這件事 最重要的 才想起其他事 因為我們… 大氣候,我們無法控制 只要做好自己,對吧 最重要是這件事 Amy,你入行幾年 你覺得有甚麼難處嗎 因為我的經驗很少 而且我覺得身高 也會有考慮的條件 少像發哥那麼高的男人 對,我很幸運 因為我第一套可以參與這個作品 我當時覺得我的弱點 竟然有人看到這麼強項 原來跑步也好像挺好 即是… 這種類型 轉行,做運動員 我本身很喜歡做運動 跑步的時候也是一個緣分 因為自己本身真的有跑步 然後就是這個劇本 但仍然像發哥那樣說 因為大氣候 甚至自己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即使現在拍攝的時候 也會協償 可能四年前拍攝 跟發哥也會緊張 因為我是要接受他 我是要說他們的 對… 你說他病態倒逃 對,我們社工的身分 就要有點壓制 你們會否認識 他不可以這樣 但現在我會有一點協償 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但機會的確是你所說的不多 所以某程度上 真的要跟他們多一點 親切一點,像當一家人一樣 如果做到上下把位的時候 因為你在現實生活中 地位高,他怕了你 他不用現在的身分來壓你 從氣狀不好看 對… 一定要是這個病態保留 被這個社工壓住他 便很適合 因為你要相信這個人 真的有病 是… 所以你要很努力令他不害怕你 對… 發哥,假設你現在才是年輕人入行 你還會入行嗎 或是你會怎樣入行 如果你年輕人喜歡入行的時候 你… 無法接受 對,甚麼渠道都可以入行 對… 你自己在…現在很流行 自己拍攝,扔上去就行了 你會去《全民造星》嗎 如果你是21歲… 你又唱得下,對吧 又跳下 我唱得兩組 我們有一次跑步的時候 不是有個的士司機 全都是你的照片 在車內嗎 白水泉 對… 在西貢見路 對… 他看見兩組的機器 他初二穿財神衣 是嗎?我不知道 穿財神衣,拍攝的士司 我說… 他上車是播放我的12分11分 對… 我給他水 我年中給幾個 我當時才知道 原來你有出過店 對 過一次跑步的時候 就是那裡出過後 整個角彈倒下了 弄我了 不是,我也有買的 買那兩個店 然後譚詠麟又推出了 張國畢又推出了 又不獲獎了 又不獲獎了 因為你而獲獎了 弄死了他們 我真是內疚,大家不熟悉 我推出後,他也沒有再出發 法哥,你覺得甚麼是好戲 好戲嗎 對 怎樣才可以好戲 雅族共賞是好戲 大人、小孩都看得開心 你的答案真的很好 對 有甚麼好戲是否好戲 觀眾給錢買票入場就好戲 怎樣可以練習 好戲是否可以練習 你說演戲還是演戲 演戲 演戲嗎 演戲其實是來自人生的 多一點歷練 有過去的 因為很多時候… 很簡單 很簡單,小時候也有工人臭大 對,地鐵也沒搭過 做過平民搭地鐵 他也不懂,便死了 那就死活了 沒有質感 對… 我見過有一次法哥 我在杜其豐導演西貢的房子 這麼巧,法哥進來探望他 他很接近的地方 很久了 林檸東導演也在 你們三兄弟沒有話說 就這樣站在花園看著海 我只看著背影 覺得… 放鬆 已經開了一個故事 即是三兄弟奮鬥的故事 那種感覺已經在這裡 真的要有些經歷,對吧 對… 要有些經歷 就算你沒有親身經歷 你也要觀察到別人的感覺 對,我覺得現在的社會 大多數所有現在的家長 希望自己的子女亡子成龍 他讀完中學後 一定會去外國升學 給他一個最好的 問題是… 很多時候他們… 上一代人,他自己捱了 他不想希望下一代自己捱 又這麼捱? 其實是錯的… 很多時候是要讓他們吃虎頭 這樣才會成長 現在很多人不希望下一代 走回自己的舊路 相比把最好的東西給他們 反而慘,累了他們… 他在溫室中長大後 他出來的社會時 甚麼都不懂 他始終都要面對 因為他媽媽和爸爸 太疼愛他,太保護他 你看看,周遭的人 小孩多數都是這樣 對付疫境的能力不高 對…很可憐 有機會要給他們一些虎頭 我看見那些小孩 我在附近有很多學院 他有司機車門口 下車,他抱著小孩進去 對,又抱著石頭,然後放進去 那小孩放學後 抱著他上車 回到家後,那個工人抱著他 他大一點就不會走 真可憐 不懂生活 對,不懂… 有些小孩… 有些小孩放學時 他走前面的印傭或悲傭 揹著書包 他還說,快點吧 死不死 這樣絕對不是益了他 對… 所以現在社會進步是好的 社會富士是好的 但某種程度應該給他一些訓練 讓他們知道賺錢監難等各方面 讓他們吃虎頭 這個世界… 我覺得法哥這一代最天翻地覆 由南丫島、漁村生活 到現在說一天都火箭 家區都可以用AI推出新歌 對嗎 這個世界這麼紛紛擾擾 應該用甚麼態度去對著這個世界 尤其是年輕人 就是平常心 是 還有謙卑的心情 因為將自己降低了自己的身分 如果你自傲、自大 你整個社會都不能得到平衡 是嗎 很多人很自我… 多點… 多點我們… 多點分享 多點安排 別只我 多點愛 不要藏起自己 多點去外面跟多些人接觸 多點正能量 不要想在一旁 因為永遠中國人的學說是對的 陰是有陽,陽氣也有陰 好的 要等到平衡 你編在一旁… 還是不好的 不行 好,我們是否很想跟法哥拍照 還是你們第一次想辦法 看看法哥肯否跟你拍照 你們想逐個拍照還是一起拍照 不久 你這樣問法哪有命 沒有命 你排一個代表給我一架機 好的 好,很感謝周仁法先生 謝謝法哥,謝謝 謝謝… 謝謝導演,明哥 很感謝 謝謝Amy 謝謝現場觀眾 感謝我們的琴師 謝謝Justin 謝謝… 我會努力寫那個劇本 對… 沒有人罵你們是啞的 對 還有我可以再說一件事 這部電影中文的別叫我賭神 但其實我更加喜歡 《One More Chance》 那個英文名字 電影中說過主人翁 他找到一個重生的機會 跟兒子的父子情的故事 希望…尤其一些比較成熟的觀眾 我覺得會喜歡這個故事 是的 還有一個我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我在電影中看到 發哥和智叔一起在大人幕 我說很多時候 你覺得還有機會 但原來好像已經是最後一次機會 就是發哥和智叔一起在大人幕 第一次跟他做的就是索海灘 對… 他就唱歌 對… 第二次就是在無雙 這次就在這部電影中 對… 好 好,謝謝各位,謝謝… 拍照 誰的手機… 誰拿手機來 誰的手機,你只能找一個手機 通知你